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藏也官宣了 由嘉行传媒和企鹅影视制作 是根据狂上嘉狂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剧 蒋树 英萨 女债主柳棉堂和毒辣醋王 崔行舟之间的爱情故事 并在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杨密饰演女主柳棉堂八个字形容她 动入汉匪尽如色鬼 乖巧撒娇只是她的保护色 开篇是女主诗意 误把以她为耳吊山匪的男主当作丈夫 在恢复季以前呢 在丈夫面前一直都是关小撒娇的状态 漂泊无一之际只能把丈夫当作唯一的依靠 在撒娇卖萌这一项上 应该是没能能跟杨密对比了吧 还记得她之前和阮晶天的扶摇拍摄时呢 最终所有阮晶天撩人的手段都是杨密教的 可见她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很足的 而且她的外形本身就非常具有迷惑性 书中有对女主身材的描述 若说她瘦呢 那该疯人的地方可是高耸入云 可若说她胖 腰枝纤细的盈盈不及一卧 这不就是对杨密身材的描述吗 杨密早些比基尼的出水图 简直就是性感妖艳的代名词 还有对于女主眼部的描述 眼前的女子生的美艳 不过最撩人的却是她眼波的流转 面颊飞翔之时呢 杨密入圈多年最漂亮的 就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过再符合的多呢 很多人对杨密接这部剧的初衷 还是不理解 毕竟杨密已经不适合接这类剧了 同时把五花 赵丽颖 刘诗诗 唐颖 其实都忙着转型 况且这类角色都太相似 但是再看到是家型传媒 就知道杨密出演的目的了 为了带公司新人 而且她是一个商人 更多的会是去衡量这份价值 她之前为了对赌协议 可是牺牲了不少的现象 重来一次也是一样 她有自己的计划 杨密要带打为新人不知道 网上对于男主的猜测是龚俊 龚俊因为温克行的角色倒是大火 之后资源和品牌方一直都挺不错的 前段时间呢 还刚刚和迪丽热巴合作了乐传 如今在和杨密合作 妥妥的资源上升啊 龚俊的古装造型颜值还是在线的 不管是温克行还是正在拍的安乐传 造型都没有太大的槽点 再来说到演技 她今年也播出了两部剧 一部消防战士 一部表现系学生 都还挺出条的 所以呢 试试也无妨 你们觉得呢 总体来说呢 其实还是一篇爽文 女主励志爱才 虽然开头是意 但后面剧情不是太狗血 还有稍稍添加的一点宅豆 男主母亲耳根子软 看着女主的回怼还是挺爽的 整片下来呢 最狗血的地方 就是女主抗击尾寇的时候被抓 重拾过去的记忆 却忘记了和男主现有记忆 再次见面 二人开启了一波磨合 事业前乖巧小甜心 事业后好色女汉飞 人物设定是蛮不错的 希望拍摄的时候呢 不要魔改过大 自然播出的效果也不会差到哪去 你们觉得呢 明镜子专短 似的碗磨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数损 别人 喜悟者 小重拾 由 香港 孙悟